这些突如其来的舆论我管不了 就算今天你要开除我 或者是跟其他同行说不要再录用我 我今天一定要请假去找沈丁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熊想你了 你不是说自己是个特别特别负责任的人吗 小慈 你说这么大的地儿咱们上哪儿找生片啊 他家不在这儿 走的时候什么证件都没带 那只可能是流落街头了 许四 前面的路口咱们坐这儿就不远 你看那儿 我可以来 沈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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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搞什么呢 队里都担心死你了 知不知道 就是 唐欣都急死了 赶紧回去吧 那什么 你的事 我们都知道了 虽然我觉得你为人有点怪 但你绝对不是丹小鼓 去吧 走吧 队里都等着你的 怎么办 小子 沈轩不听我话 我要不给唐欣打电话 别别别 为什么 我看只有唐欣能让她开口 我怕唐欣贸然出现 会刺激到她 她到时候又是再跑了 我们就找不到她了 走着我就不下车了 你在这儿 我去试试 沈队啊 你想不想到一个 藏心找不到你的地方 喂 喂 我找到沈轩员了 对不起教练 又是因为我 不过您暂时不用担心 我已经找到她了 嗯 这事我从丁一上那儿了解了一下 不怪你 谢谢教练 教练 情况特殊 我肯定要带她跟您请个假 好 小唐 这话呢 我不止跟你说过一次了 我过去你也挺烦了 你就当是个前辈跟你老头老的 有话您尽管说 我呢 是个教设计的 好多年轻人的事啊 我都不太懂 也不知道怎么跟他们交流 所以小沈这事呢 就交给你了 丁医生说她的问题很严重 有可能会影响到她的设计生涯 所以你的任务还是很重的 千万别搞砸了 我知道了 谢谢教练 那我先走了 小姐姐 小姐姐 我们有急事给你汇报 怎么了 其实是许点 小姐姐 这件事跟队长高度相关 我们发现周月和许点偷偷联系 所以大概率是他们两个 串通才搞得这么一出 这两个坏主 我迟早再给他们 好 我知道了 谢谢你们 小姐姐 那你怎么打算 目前没有时间理会他们两个 现在最重要的是沈清源 好 您好 您是沈清源的父亲吗 我是海亚大学设计队的教练 我叫张国忠 您现在忙吗 我想跟您聊聊沈清源的事 东早 跟我一起去找沈清源吧 让我们三个在一起过一个 不那么冷的冬天 走 唐唐唐啊唐唐 你怎么回事 都快成网红了 你干吗 这有人陷害我姐 这还用你说 那是你姐吗 我一定能处理好 我一定能处理好 请您再给我几天时间 好 没有问题的你 一定一定肯定能处理好 好 丑总 我要请假 你知不知道啊 你诱惑啊 这些突如其来的舆论我管不了 就算今天你要开除我 或者是跟其他同行说 不要再录用我 我今天一定要请假去找沈清源 我以为什么事呢 批准了 你去找吧 对了 那个网上的舆论 你就不用担心了啊 这种开局一张图 内容全靠编的 明天发了律师函 保证那些营销号 集体没错 谢谢周总 谢什么呀 虽然我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 但是唐欣 你可一定要把我们全村的希望带回 丑总 还有一件事 虽然我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但是 应该是许点在背后搞鬼 我知道了 去吧 先找沈清源 剩下的事我来处理 你给我 你让我来处理 这条案子 你忽然的 这条案子 直到春节 嗯 也行 反正我春节放假肯定回爸妈那儿 顺利的话你把姐夫也带回来呗 让他也亲亲家长 是啊 沈千月之前也说过想见爸妈来着 唐唐 什么都别说了 加油啊 姐 你怎么带了个小刺猬呀 这是我跟沈千月一起养的 他叫冬枣 冬枣 这么可爱的名字 有了他 也许有能更快见到沈千月吧 姐 你知道吗 这个刺猬你别看他现在蜷缩在里面 用刺把自己包围起来 但是啊 你只要把他抛到空中去 他一掉下来 他的肚皮就会露出来 然后他的天敌就会一口把它吃掉 但是强迫刺猬露出脆弱的一面 这是狐狸猎食的时候才会做的事情 结果说错了 没关系 我先走了 有什么事情我继续联系你们的 唐唐 那你路上注意安全 有什么事给我们打电话 好 路上小心啊 还是用炸在筷子里 就会吗 还可以吗 就不会吃饭了 不可遇见 我们还是用炸房子 银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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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顿 不是你可以信任的人 丁尚 我在去找神经员的路上了 太好了 那 我到了以后应该就 如果还想继续职业生涯 审情员接下来 必须直面临床心理治疗 虽然我知道对于你 或者对他而言 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是你是唐欣呀 以柔克刚 以甜坏苦的唐欣不是吗 谢谢你啊 丁医生 可是 我有点害怕 我怕我做不好 我也怕做错事 我不知道可以做什么 不可以做什么 沈青莹会告诉你的 虽然她拒绝说话 但是交流并不仅心语言 换句话说呢 只要你爱她 用心去体会 你自然知道会怎么做 丁医生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把她带回来的 我试炼了 你 не想再说 你 relationships 我还不想再说 我你 我对 你 我 你 你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沈先生 我正想跟你联系呢 师傅 我想问一下还有多久到啊 那可是远郊啊 大概还需要半个小时左右吧 姑娘 你急吗 你急的话 我就试着开快一点 不过这边的路啊 我不是很熟啊 有点 不过没事 您就按正常速度开 我没事的 行 我看你是第一次来这边吧 这一路上啊 你就多看看风景 养养神 就当是郊游了 说实话 像我们坐司机的 虽然每天啊 三四百公里的路 但是天天在城里转 能这样跑出来一趟 心里也挺舒坦的 咱们城里住惯了 偶尔是需要交友一下 多出来走走 走得越远 就越自由 来说这是什么的 你不懂的 你不懂的